所以这次她得这个病痛 得癌症 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内心是什么感受 当时她接限制她不敢跟我说 不敢跟我说 就是到医院以后准备做搜索 她接着跟我说 我在那医院门口我想到 我还想有个网项 我想到不会是癌症 一直听到那个医生喊 五床网银直上来 我吓得我吓得她 我才一定哭 我总是害怕吓得 我害怕害怕的 什么害怕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王英 你这么五十年来憋得话 以及通过这次病痛 所反省到的自己的问题 以及对母亲的诉说 都表达给自己的母亲听 好不好 因为你说的不仅止于是你说的 我相信生活当中也有很多 很自我 很自私 不能够领悟到母爱的人 听到你这番话之后 也会反省自己 也会理解母亲的不义 所以你不光是为了自己说 好不好 毫无保留 想说什么说什么 接下来是王英的告白时间 妈妈 我首先跟你说一声 就是对不起 张 tots 张公里 COM